这期继续分享试图小伙 第二集 宋国明和张青原来是在政府办等车的 车子一到 他们也就出去了 萧征这才从小仓库里出来 萧征回想宋国明和张青的对话 里面提到了萧书记 应该就是新的县委书记了 令萧征奇怪的是 镇党委书记宋国明想要见萧书记 竟然没被召见 作为一名普普通通的基层干部 镇党委书记在萧征眼中 已经是非常强势的存在了 他没想到 宋国明巴巴想去见新县委书记 结果竟然被拒了 刚才宋国明说 他等会要跟县委伴的人吃饭 恐怕是去疏通关系了 等到他见了新县委书记 恐怕还真能很快得到新县委书记的认可 连萧征都觉得 宋国明非但能力强 气场足 而且很会搞关系 这样的人很容易得到赏识 萧征又想起了小月 以及他承诺的 要替自己调动工作岗位的事情 不知小月认识的是什么人 萧征真希望 小月能早点帮自己办这个事情 晚了 等宋国明和新县委书记熟事了 恐怕到时候 小月找了其他领导来说话 宋国明也不一定会给面子 然而 又过了一天 还是没有任何自己的工作岗位 将得到调整的苗头 萧征很想给小月打个电话问问 然后 才发现自己竟然没有她的联系方式 这时候 她才明白 其实她当时对她的承诺 是不抱希望的 所以也没想 以后要打电话问 所以联系方式也没有 可现在 萧征的心态 却发生了变化 在这个镇上 靠自己是真的办不成调动这个事情 靠别人 没有一个人能够帮助她 她剩下唯一的一张牌 也就是小月了 可现在 她没有小月的电话 也不知道 小月住在哪里 要找也不知去哪里找 萧征无奈 只能兴兴然地回到了宿舍 距离萧征与陈红父母的约定 只剩下三天时间了 如果三天之后 她仍然无法调动工作 那么 她只能跟陈红分手了 九年的感情复制东流 还有陈红交好的容貌 迷人的笑容 和柔韧的身材 也都将跟自己 没有任何关系了 如果这段感情失败了 萧征都不知道 接下去该怎么办 可很明显 她现在除了等待 根本无能为力 到了下班时间 萧征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一看是李海燕的电话 萧征一阵激动 难道有什么好消息吗 萧征立刻接起了电话 问道 海燕 有情报 李海燕却道 不是啊 我想问你 晚上有人给我安排了相亲 师父 你说我该不该去 萧征一听是这档子事情 跟自己需要的好消息 没半毛钱关系 心头黯然 但是 相亲的事情 又是关李海燕的婚姻大事 作为师父 萧征不得不关心 她就问 对方什么条件 李海燕道 也是公务员 据说是县财政局的 萧征想想道 单位是不错 不过还是要看人的 李海燕听萧征没有敷衍自己 似乎还真为自己在考虑 脸上微微笑了笑 师父 那你说我该不该去 萧征道 既然没见过 见一见也无妨 但第一次见面 吃饭的时候不要喝酒 不要一起去看电影 不要去黑灯瞎火的小巷 李海燕道 为什么 萧征道 容易被人占便宜的地方 都不能去 李海燕的脸上 笑容更明显了 可见师父还是很在乎自己的 他说 好吧 不过 你放心吧 今天我去不了了 萧征一愣 为什么 李海燕道 刚刚接到县委组织部的一个通知 明天要来推荐干部 今天晚上要打电话通知 所有镇机关事业单位和村干部 来参加明天的会议 推荐干部 萧征心头一正 这可不是跟自己有太大关系的事情 自己需要小月帮忙的只是调整一个工作岗位而已 从安监站调到企业服务中心 农业办 乃至收发室都无所谓 只要工作岗位风险不大 能驱除陈宏父母对自己的担忧 就万事OK了 至于提干 萧征以前是想过的 当时她在党政办担任副主任 因为她是名牌大学毕业 待人接物也比较谦虚 还经常跑跑村里 所以群众基础还是不错的 有一次推荐出来 推荐票甚至超过了当时的党政办主任谭晓杰 那次 组织上和宋国明的意图都是要推谭晓杰的 结果谭晓杰没推上 却把萧征给推上了 这个结果明显不符合组织意图 为此宋国明说 这次的推荐 参加人员的范围通知有问题 于是 那次组织推荐的结果作废 宋国明发现萧征的群众基础 特别是在一般干部和村干部中的得票数会比较多 于是就缩小了范围 将参与推荐人员范围 局限在中层以上干部 同时村干部只准村输 即参加 参与推荐的范围一变 再加上组织委员在宋国明的授意下 做了一些动员工作 第二次的推荐 党政办主任谭晓杰的得票终于超过了萧征 被列为了考察人选 宋国明这才满意了 谭晓杰何许人 是上面某领导干部的儿子 是放在镇上培养的 宋国明必须把这个事情办好 让谭晓杰在他的镇上走上副科级领导岗位 然后就可以一步步顺利地往上走了 然而 有些事情就是这么事与愿违 谭晓杰被列入考察人选 在考察公事的时候 却被多人举报 最后查实 竟然就那么进去了 到底是谁举报的 无从知晓 反正宋国明和镇上许多人都认为是萧征干的 可事实上 萧征真的没干 事后 宋国明就将萧征视为眼中钉 并将他调到了安监站 以后的推荐中 参加人员的范围 也都局限在了中层以上镇干部和村支部书记 以减少萧征的得票数 所以近年来的民主推荐中 萧征的得票率在这年轻干部中只能排到五名左右 其实是没太大竞争力的 经历了这些之后 萧征对提干真没太大的期待了 所以 这次的干部推荐跟自己应该没关系 反而蔡少华却很有希望 萧征对李海燕道 那么 你要加晚班了吗 李海燕说 是啊 所以相亲是去不了了 李海燕的声音中竟然还带着一份喜悦 萧征道 加班 不能去相亲 你怎么反而显得有些高兴呢 李海燕道 我希望明天能把师傅推荐上去 这样一来以后 师傅就可以照着我了 萧征在电话里苦笑一下 在这个镇上 认为萧征能被推荐上去的 恐怕也就李海燕一个人了吧 这也正是李海燕的单纯之处 尽管明明知道 自己不可能被推荐上去 但萧征也不想说丧气话给李海燕 就道 万一师傅真被推上了 师傅一定照着你 李海燕在那头笑道 那就一言为定了 萧征道 一言为定 不过 这承诺兑现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李海燕道 好了 不跟师傅多说了 我得去食堂吃个晚饭 然后开始打电话通知了 萧征道 好 你去吧 这天晚上 萧征竟然又接到了陈红的电话 他在电话中问 你们镇上明天要推荐干部了 萧征道 听说是有这回事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了 陈红道 我爸爸说 是蔡绍华告诉他的 蔡绍华说 镇上培养他很久了 明天90%以上就是他了 萧征想 这蔡绍华也真是会来世啊 这民主推荐还没开始呢 他就认为是自己了 这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 不过 萧征又想起了 昨天宋国明说 要去跟县委办的领导吃饭 说不定 宋国明已经见到了新县委书记 并为蔡绍华的提拔铺路了 内心里 萧征还是不愿意承认 他说 蔡绍华会不会太乐观了 民主推荐的结果没出来 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陈红却道 你呀 就是看不得人家好 萧征 你要是跟蔡绍华一样 能够多用心 在跟领导搞好关系上 能够多为自己的前途考虑考虑 我们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了 萧征心里也有点气了 他说 你说是蔡绍华 那就是蔡绍华吧 说完 萧征一下子就挂了电话 次日一早 萧征来到了镇上 他现在是安歼站的一班干部 而参加民主推荐的干部 一如往日 局限在中层以上 为此萧征没有资格参加推荐会议 这么看来 萧征更不可能被推荐上了 但是萧征还是站在走廊上 看着镇政府的大门 八点半 县里一辆黑色轿车进来 镇党委书继宋国明和组织委员 亲自在下面等 引导县组织部领导到了会议室 萧征这才返回了办公室 心情有些莫名沮丧 他大大的喝了一口茶 还从烟盒里抽出一根烟来 点上了 香烟抽到半根 忽然办公室电话响了起来 萧征接了起来 喂 什么事 只听李海燕的声音道 师父 通知你到会议室参加民主推荐 萧征愕然 我 我没资格啊 李海燕道 民主推荐的范围扩大了 民主推荐的范围扩大了 要让萧征相信这一点 实在有点难 他忍不住问 海燕 你跟我开玩笑的吧 咱们民主推荐的范围 自从几年前缩减之后 就从来没有扩大过 李海燕却道 这次是真的 听说是县委组织部 要求扩大的 但是 我只负责通知 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 好了 你赶紧到会议室吧 我等会也去参加 哦 看来这次还真有权参加推荐会了 萧征说了一句 一会见 就挂了电话 带上门 就朝会议室的方向走去 萧征所在的安间站 是在镇政府新建的副楼 会议室是在主楼 副楼虽然是新建的 但谁都知道 镇上真正有权者可都在主楼 萧征走上楼梯的时候 还碰上了好些个跟他一样 被临时通知去参加会议的人 今天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让我们这些平民百姓 也去参加推荐会了 是啊 我们这些人 几年前不是被剥夺资格了吗 今天怎么又有资格参加了 什么资格不资格 你以为有什么好事吗 还不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我还是宁可像以前一样 这种会议就干脆让我们别参加了 也好清静半个小时 大部分被临时通知参会的人 心里并不痛快 萧征其实也不痛快 这么多年了 都被剥夺了参加会议的资格 今天突然又通知要求参加 这无异于让你来你就得来 让你走你就得走 人被任意摆布 心里总会有说不出的不爽 不过他跟边上的人稍有不同之处 在于他还是有些好奇的 今天为什么突然扩大参会范围 今天要推荐的职务到底是什么 毕竟前些天小月就向他承诺 会帮他调动工作岗位 难道今天扩大参会 与自己岗位的调动也有关系 会不会镇上要对某些人的岗位 也进行调整 所以才会把他们这些一般干部 也都叫去开会 不过一般干部岗位调整 县委组织部是不会管的 今天县委组织部领导来了 不大会涉及一般干部的调整啊 想不好到底是怎么回事 萧征就加快了脚步 三步并坐两步的往楼梯上跑 萧征 你跑这么快干嘛 难道今天要推荐你当领导了 在身后 传来一个中年镇干部的声音 萧征不用看 都能从这个声音中 听出此人名叫新阿四 目前是起伏中心的副主任 五十多了 提拔是不可能了 因而人也很超然 什么话都敢说 什么玩笑都敢开 他人不坏 但就是贪图嘴上的一时之快 为此镇上很多人也不大喜欢他 他这么一说 旁边一起上楼的镇干部 也就笑了起来 毫无疑问 就是在笑萧征 萧征这些年来 遭人嘲弄 被人玩笑的还少吗 这点嘲弄 他还是能忍受的 萧征就自嘲道 阿四主任 谁跑得快 谁就能被推荐 你也加把劲吧 萧征的这一回答 还算是机灵 也有点幽默感 巧妙地将新阿四的嘲弄给化解了 镇上的人 其实都是要面子的 没必要的时候 也从不撕破脸皮 听到萧征这么回答 先前的尴尬被化解 就都道 那我们也要加把劲了 赶紧跑 说不定 我们也能被推荐当领导 众人一边笑着 一边还真加快了脚步 楼梯上噼噼啪啪的 也嘻嘻哈哈的 到了四楼会议室门口 组织委员张青就站在那里 他似乎预感到 这些人会大声说话 在门口提醒到 大家小声点 领导都在了 经他这么提醒 大家的声音才低了下去 萧征走入了会议室 只见主席台上坐着两位领导 一位自然是镇党委书记宋国明 另一位萧征不太熟悉 脑袋有些地中海 圆脸 在灯光的照射下 竟然熠熠生辉 萧征猜测 这应该就是组织部的领导了 其他班子成员都坐在第一排 然后就是镇上的中层 也已经挨个坐得整整齐齐了 在中层后面 又加了一些椅子凳子 是给后面来的人坐的 党政办主任蔡绍华 在里面招呼 大家轻声点 找个凳子赶紧坐吧 你坐后面 你坐前面 有几个年纪稍大的一般干部 还管不住自己的嘴 蔡绍华上前拍拍他们说 行了 会议以后 等一下我请大家抽烟聊啊 毫无疑问 蔡绍华这么做 一方面 是他这个党政办主任的职责所在 另一方面 他也是要在镇党委书 即宋国明和组织部领导 面前表现一下 同时用等会请大家抽烟 拉拉这些一般干部的关系 这些人既然来了 就是有投票权的 在这种场合 萧征还算是配合的 他因为先进来 就在靠前的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 没想 他刚刚坐稳 蔡绍华就上来对萧征说 萧征 你坐后面去 萧征听到他的声音 心里就不爽 压低了声音问道 为什么 蔡绍华冷冷地道 你不知道吗 你们安歼站 本来就坐在最后的 安歼站在镇上 的确是没什么地位 一般性的工作会议 安歼站的人 也都是坐最后 可是今天不同 今天萧征心里有气 是对蔡绍华有气 这个蔡绍华 为了提拔靠近萧征的女友 昨天又在陈红面前 吹嘘自己要提拔 今天在座位上 又跟自己过不去 萧征感觉自己忍不了 也不想忍 大不了自己的工作调不了 大不了自己的女朋友 没了 萧征获得站了起来 冲蔡绍华大声道 这个位置上贴着名字吗 我们安歼站 就非得坐在后面 而且 照理说 我们都没资格来参加 这个推荐会议 为什么又通知 我们来参加 既然看我们不爽 我们不参加就是了 萧征倔劲上来了 说完 就离开那把椅子 朝会议室门口走 其他几个上了年纪的正干部 在门口被组织委员要求别说话 到了会议室里面 又被蔡绍华呼来唤取 心里也很不痛快 一见到萧征站起来要走 也跟着要走 不开了 不开了 我们走好了 谁稀罕参加这种推荐会 本来就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这些上年纪的干部又没什么好失去的 大家根本有恃无恐 一下子五六人就朝外面走 一副要散火的架势 台上宋国明一瞧 脸色难看 但是他也不好直接喝止 这些镇上的老干部 有些是看着宋国明成长起来的 有些是无欲则刚的 就算你是党委书记 你要摆架子还真能不给你面子 旁边组织部的领导 也注意到了下面发生了什么喧闹 就转向宋国明 宋书记 还是先让大家坐下来吧 位置前后无所谓的 关键还是要及时把票投好 宋国明也有点怪蔡绍华多此一举 一定要让某些人坐到后面去 现在是什么场合 重点是什么 搞得清楚吗 好 宋国明朝组织部的领导低声说了一句 就对着话筒道 大家先坐下来了 座位不分前后 都坐下来 组织委员张青站在门口 忙拦住了萧征 说 萧征 你去坐 到前面去坐吧 萧征朝旁边蔡少瞧了一眼 转身走到之前的位置 坐下了 他只是对蔡少华有气 现在既然领导都出来说话 让他们随便坐 至少自己不用听蔡少华的 蔡少华朝萧征的背影瞪了一眼 拿萧征没有办法 但是 蔡少华心里想 今天推荐之后 老子就能上了 等我当了领导 萧征 哼 我有的是机会来整你 组织委员张青 在门口劝大家赶紧坐下 那些老同志 还是给组织委员面子的 再加上政党委书记 也在台上说话了 大家也就勉为其难地坐下来 宋国明也不浪费时间 就开枪了 好了 大家都到了 现在 我向大家说明一下 今天会议的主题 就是进行民主推荐 按照我们镇上以前的做法 民主推荐 都是中层以上干部来参加 这次应组织部要求 同时 我们镇党委也同意 在民主推荐中 进一步扩大民主 将参加会议的人员 扩大到全体机关干部 和事业人员 这一情况就说明到这里 下一步 我们邀请县委组织部副部长 人设局长 邵卫星部长 给大家做推荐说明 大家欢迎 掌声显得不温不火 可见大家对这种事情 并没有发自内心的热情 当然 宋国明 张青 蔡绍华等人例外 宋国明股掌 是给邵卫星面子 张青股掌 是因为这是他的本职工作 蔡绍华用尽股掌 是因为自己飞黄腾达 就要从今天开始 邵卫星拿着稿子 抬起头 说了开场白 说民主推荐是干部培养 使用中的重要环节 有多么重要等等 还感谢了大家 在忙碌之中 配合这次民主推荐 然后开始说明 这次民主推荐的条件 萧珍感觉有些不耐烦 希望这个会议早点结束 恐怕与己无关的许多人 也是这么想的 然而 坐在前面的蔡绍华 却是一脸的期待 昨天晚上 组织委员张青 就对她说过了 这次推荐一位党委委员 她是很有希望的 为此 蔡绍华心里满怀希望 眼睛放光地瞧着 邵卫星副部长 感觉邵部长的地中海 也是如此顺眼 然而 当邵部长在 人选条件说明中 说完了前面政治素质要求 年龄要求之后 开始说第三个条件的时候 蔡绍华就感觉不对劲了 因为这个条件是学历要求 大学本科以上 且985高校毕业 蔡绍华是静州师范学院毕业的 还是专科 跟985高校的要求 相距甚远啊 众所周知 镇上985大学毕业的干部只有一个 那就是萧征 组织部副部长 人设局长邵卫星说明的这个学历条件 让镇党委书记宋国明都倍感意外 宋国明前段时间 为蔡绍华的事跑过县委组织部 并向组织部长做了汇报 当时组织部长答应会给予考虑 这两天 宋国明虽然没有见到新县委书记的面 但县委办也跑了 让相关领导帮忙多项新书记引荐一下 所以 昨天晚上通知说要来推荐干部 宋国明理所当然地以为 这是跟自己前段时间的活动有关 得知推荐的岗位是党委委员 这跟之前去线 组织部提出的完全一致 因而 宋国明对推荐条件也没有多问 今天就陪同邵卫星 直接上台来推荐了 可宋国明怎么都没想到 今天邵卫星所做的说明 跟自己的预期大相径庭 大学本科以上 且985高校毕业 这是怎么回事 镇上符合这个条件的人 除了萧征 还有谁 宋国明忍不住就小声在 邵卫星副部长耳边道 邵部长 这个推荐条件没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邵卫星都没有转头 继续宣读推荐条件 又提出了明确的推荐要求 随后 对县委组织部的工作人员道 好了 现在可以发推荐票了 大家拿到推荐票之后 请不要立即填写 等我做一下简要的填表说明 再进行填写 县委组织部的工作人员 就开始忙碌了起来 给大家发放推荐表 尽管邵卫星要求大家不要马上填写 但是大部分正干部拿到了推荐表 还是刷刷开始填起来了 每次填推荐表 总是有人没耐心听填表说明 自己先填好了 就折起来 干等着投票 这个时候 邵卫星才开始做填表说明 等他说完 大家都已经填完了 宋国明对今天的这次推荐 非常不满意 但是他却也不敢打断线 为组织部副部长 邵卫星主持的民主推荐 因为干部推荐是极其严肃的问题 是组织纪律重点保护的环节 就算你是镇党委书记 一旦开始推荐 也不能阻止 否则是要承担组织责任的 因而 宋国明纵然心里极其不舒服 他也没办法打断邵卫星 只能等待整个程序走完 宋国明自然不会投肖争的票 他在票上写了蔡绍华这个名字 蔡绍华才是他要提携的人 张青作为组织委员 自然也明白宋国明要提拔谁 当然也填了蔡绍华这个名字 尽管这么写 基本就是废票 在场最郁闷的 自然是蔡绍华了 他满以为 今天这场民主推荐 是为自己私人定制的 谁会料到 现委组织部的推荐说明中 竟然明确了大学本科以上 且985高校毕业的要求 这分明跟自己没什么关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昨天晚上 组织委员张青还跟自己说 他蔡绍华这次希望非常的大 可今天却闹出了这种幺蛾子 到底什么情况 蔡绍华心里茫然若失 可他还是在推荐人选一栏中 写上了自己蔡绍华的名字 最为震惊的 还是萧征 他非常清楚 镇上符合大学本科以上 且985高校毕业这一必要条件的 就他萧征一个人而已 萧征想 难道这就是小月的能量吗 萧征回想了一下 自己跟小月在国际大酒店吃饭的时候 还真提到过 自己是985航程大学毕业的事 可自己只是要求掉一个工作岗位而已 怎么忽然就变成推荐领导干部了 好了 我看大家也填得差不多了 台上少部长提醒道 请大家把推荐票 投入到设在前面和门口的票箱 投入任意票箱都可以 今天的民主推荐会议 就到此结束了 前面的班子成员开始投票 后面的干部也开始投票 萧征的票还没写呢 以前他写的都是别人的名字 就算在民主推荐中 自己是有资格的 他往往都不太会写自己 自己推荐自己 好像有点不好意思 以前 萧征和很多心地善良的人一样 面对毛遂自荐总是不免羞涩 但现在情况有些稍稍的不同了 碰到了陈红父母看不起自己 碰到陈红也对自己不满意 碰到了蔡少华使坏 碰到了宋国明和张青 要让自己一辈子待在安歼站 萧征太需要一个机会 能跳出现在这种尴尬境地了 眼前就有一个机会 自己是抓住还是放弃 萧征瞧着推荐人选那个空格 提起水笔 在上面刷刷写上了萧征这个名字 我特么不装了 就是想当领导了 能当领导 就一定要当领导 当了领导 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 还能帮助身边的人 自己的徒弟李海燕 还需要自己去 把他救出火海呢 有这样的机会 为何不拼一把 萧征填好了名字 就朝后面的投票箱走去 途中组织委员张青 站在旁边 问了他一句 填好了 萧征的推荐表都没有折起来 在张青面前晃了下 道 张委员 填好了 他没有说 写的是自己的名字 但是他可以百分之百肯定 张青看到了 会议结束了 萧征出了会议室 下到了主楼的大门口 有些人看他的目光 似乎都有些不同 有的人离他远远的 有的人却朝他点头 还有的班子成员 装作没有看到他的 萧征也不去在意 走向自己办公室所在的副楼 萧征 萧征 从身后又响起了一个声音 熟悉的 就是之前起伏中心的副主任 新阿四 之前在上楼梯的时候 新阿四还吵弄他 问萧征跑这么快干嘛 难道今天要推荐你当领导 不知他现在有什么事 萧征转过身来 阿四主任 有啥事 新阿四的老脸上 却挤出了笑来 萧主任 今天晚上 有没有空吃个晚饭 萧征很吃惊 新阿四这个大嘴巴 这些年来见到自己 总是会说上两句不痛不痒 刺激人的话 没想到 今天破天荒地 要请自己吃饭了 可萧征没这个想法 他也不傻 新阿四肯定是今天 民主推荐的条件设置问题 认为他萧征有戏 来主动接近自己了 萧征觉得 今天虽然条件设置 要求是985的大学生 可是镇上到底有多少人 会投自己的票 真的很难说 据他所知 民主推荐的得票数 要是太低 就不会列入考察的 更不会被提拔 在得票上 萧征真的没什么信心 这个饭 肯定是不能吃 要是没推荐上 又吃了人家的饭 肯定会成为更大的笑柄 萧征就对新阿四说 阿四主任 你叫我萧主任 我可不敢当 我就是一个一般干部 平民百姓 哪里来的主任啊 新阿四却一副认真的表情道 萧主任 你这就不对了 你以前在党政办 不就是副主任吗 经过这次的民主推荐 说不定你就当领导了呢 萧征挥挥手说 没可能 没可能 晚饭的事 谢谢了 我今天还有事 歇阿四见萧征态度比较坚决 就说 那好 等下次 萧主任要是推荐上了 我再请萧主任吃饭 萧征觉得这很玄 就道 到时候再说吧 这个到时候 很有可能没有这个时候 萧征回到了办公室 又给金辉打了一个电话 问道 金镇长 今天下村不 萧征还是想着凤七村的矿山安全问题 和容易他方的山体问题 真出了问题 事关老百姓的生命 还有他自己的饭碗 金辉却道 今天又下不了村了 萧征奇怪 怎么了 金辉道 今天不是民主推荐了吗 组织办通知说 让我们班子成员都等一等 要谈话 萧征道 今天 就要谈话吗 金辉道 是啊 让我们班子成员 上午都在办公室等着 对了 萧征 你上面到底有没有关系 萧征一愣道 我有什么关系 金辉顿了下道 如果你没有关系 今天的推荐条件里那个 关于学历的 怎么好像是给你量身定做的 萧征回答说 这个我不清楚 我也很纳闷 可能是凑巧吧 金辉道 萧征 我可是你的分管领导啊 你上面有关系 可得给我如实说 萧征道 我要是有关系 还会在你手下干 还会在安监站里磨蹭吗 金辉想想道 那倒也是 你等等 组织伴有人来找我 萧征就在电话 这头后着 只听电话那头 金辉确实跟某人在说什么 没一会 好像是说完了 只听金辉又回到了电话旁边 冲萧征这边道 我也不知道 你走狗屎运了 还是背后有关系 却不告诉我 你特么被推荐上了 萧征心头一震 这次的震惊 是真有些大 自己真的被推荐上了 他还不敢相信 萧征在办公室 转了两个圈子 还是有些怀疑 金辉在跟自己开玩笑 又一个电话打进来 萧征接起来 是土地李海燕 声音里充满了喜悦 师父 你真的被推荐上了 你真的被推荐上了 以后 你可得照着我啊 这高兴劲 好像比他自己被推荐上还高兴 看来这个事情是真的了 萧征手机又响了 一看 是组织委员张青的电话 萧征对李海燕道 海燕 张委员打电话进来了 我先接他的电话 李海燕道 好 你先接电话 我们晚点再说 萧征挂了李海燕的电话 接起了张青的电话 只听张青的声音传来 萧征 今天不要出门 午饭之前 考察组要找你谈话 萧征故作惊讶地问道 谈话 有什么好谈话的 张青道 今天的民主推荐 你被推荐上了 等会就要进行考察 最后要找你本人谈话 萧征道 这样啊 真没想到 我会被推荐上 张青顿了下道 我也没想到 反正你在办公室 等着就是了 放下张青的电话 萧征才肯定 这次自己是真的被推荐上了 在镇政府四楼的小会议室内 考察谈话已经开始了 第一位找的 自然是镇党委书记宋国明 县委组织部副部长 人设局长邵卫星 和其他两位组织部的干部 就坐在宋国明的对面 他们每人面前 都摊开着一本黑色的笔记本 旁边白色陶瓷杯中 飘起一丝丝茶香 天荒镇以前就是产茶的 高山上的茶叶 就算不是高档货 香味依然让人产生 喝上一口的强烈冲动 只是现在茶汤还烫 副部长邵卫星 端起茶杯 吹了吹拂在面上的茶叶 微微喝了点 放下杯子开口道 宋书记 那就麻烦你 帮我们介绍介绍 萧征这位同志吧 宋国明看着邵卫星 没有开始评价萧征 而是道 邵部长 今天你是组织部的领导 还有其他两位组织部的同志 都在 我想问个问题 这次的推荐条件 设置了大学本科以上 且985高校毕业 这个学历条件 是不是太狭窄了 我们镇上 说白了 就只有一个人 具备这个条件 而且 现在推荐上来的这个人 并不是我们镇上最优秀的 宋国明都不说萧征的名字 而是用这个人来替代 组织部另外两位干部 相互瞧了一眼 也都感觉出来了 宋书记对萧征的不待见 少部长解释道 宋书记 关于这次的干部条件设置 我在这里向您说明一下 这些年来 我们现从重点大学 招录了一批优秀毕业生 到基层工作 这是吸引年轻优秀人才 回乡参加建设 发挥作用的重大举措 可组织部也做过一次调研 这些优秀 毕业生到了基层之后 因为我们现 维组织部和乡镇街道的培养问题 好大一部分都没用起来 没有培养好 这些大学毕业生 在校的时候 都是很优秀的 但到了基层之后 既有自身的适应问题 也有我们用人单位 不够重视培养的问题 这对下一步吸引优秀人才返乡是不利的 因而去年年底 县委组织部就向县委提议 加大重点大学毕业生的提拔使用 最先考虑的就是985大学毕业生 这项工作本来几个月前就要推进了 可遇上了县委书记变动 这项工作就停了下来 现在新书记上任了 我们常部长去汇报情况时 提到了这个情况 新书记立刻就拍板 说这项工作很重要 马上就启动 所以县委组织部才会立刻启动推荐工作 第一批就面向这几年来的985大学毕业生 全县涉及12人 县委组织部共派出了三个推荐考察组 天荒镇是由我们这个组负责 具体的情况就是如此 我在这里向宋书记说明一下 也请宋书记能够理解 并支持我们的工作 宋国明听了之后 嘴巴抿了抿 喝了一口茶 道 要使用大学毕业生中的优秀分子 是对的 我们也支持 但并不是读书好的 到了乡镇工作就能干得好 你们现在设置了这么狭窄的条件 就只能推荐这个人了 但这个人 工作如何 群众认可度如何 这些问题也都是需要考虑的 宋国明还是非常不赞同考察萧正 少部长道 宋书记 你的担忧 县委组织部也都考虑到了 所以 我们的民主推荐环节就发挥作用了 今天的这次民主推荐 一共86个人参加 你知道萧正的得票数多少吗 宋国明摇了摇头 问 有没有过半啊 如果没有过半 我建议都不用考察了 少部长笑笑说 宋书记 你可能低估萧正了 他的得票是79票 也就是说 占到了91.8% 这个得票率 虽然不能算最好 但也可以说是蛮优秀的了 正因为如此 我们才会将他列入考察对象 他的得票率有这么高 宋国明难以置信 按照宋国明的预估 萧正得票能过半 就已经是大出意料 没想到他的得票率高于91% 这让宋国明不能接受 难道他真的低估了萧正这个人 少部长笑着道 如果宋书 既不相信的话 我们可以把推荐票拿给宋书 寄看 宋国明朝稍微心愁了愁 又看看旁边两位组织部的干部 心想 这种事情肯定不能做 搞得他好像对一般干部意见特别大 显得他这个党委书既心胸狭窄 提拔使用985的大学毕业生 既然是县委和县委组织部的意思 恐怕自己阻止不了 也只能算萧正走了狗屎运 宋国明说 看推荐票就不必了 有少部长坐镇 还有组织部的干部在 推荐票肯定是数得再准确不过了 谢谢宋书记得认可 邵卫兴见宋国明情绪缓和 就笑着道 那就麻烦宋书记给我们介绍介绍萧正同志吧 优缺点都讲讲 宋国明道 好吧 我只能简单讲讲 这位萧正同志 在镇上其实没有什么影响力 所以我也不太了解 这话 邵卫兴是不相信的 从今天的种种表现来看 镇党委书 记宋国明对萧正的意见相当大 一个人不会莫名其妙 对另外一个人有意见 只有两人有了交集 有了利益冲突的时候 才会对另外一人有意见 有仇恨 所以 宋国明说不了解萧正 无非是托词 说明他不想面对萧正被考察的现实 邵卫兴干组织人士工作许多年了 对干部心里很了解 但 宋国明是党委书记 而且 考察嘛 主要还是看谈话对向自己意愿 邵卫兴也就没勉强宋国明多说 但宋国明还是谈了萧正的一些不足 其中之一就是 大局意识不太强 这看起来只是简单的一点 但这个大局意识却是极为重要的一点 一般考察中 如果普遍反映 干部大局意识不强 是得不到提拔的 邵卫兴意识到 宋国明对萧正的意见不是一般的大 而是到了要毁了萧正前途的地步 等宋国明离开之后 邵卫兴就对身边两名组织部干部说 你们先到外面去一下 说是考察谈话暂停一下 我要打个电话 什么时候重新开始考察谈话 听我的通知 两名组织部干部会议 立刻站起了身来 是 我们去跟张伟员说一声 等他们走了出去 门被带上之后 邵卫兴拿起了手机 走到窗前 望着外面的水山树 拨通了组织 部长常伯良的电话 常部长 现在有个情况 想要向您汇报一下 对面 常部长道 邵部长 什么情况 邵卫兴就将跟宋国明谈话的情况汇报了 特别是涉及到其中 宋国明说 萧征大局意识不强的问题 进行了汇报 常部长道 这个问题 你等一等 我先打几个电话 然后你再从镇长广文委 人大主任高正平开始谈 邵卫兴道 好 常部长 我等你电话 两位组织部的干部 出来通知了张青暂停谈话之后 张青就有些纳闷了 他知道 宋书记刚刚谈话 考察组就要求停止谈话 难道宋书记说了什么 让考察组有所顾忌 所以暂停谈话了 对萧征的考察会不会取消 正在张青疑惑的时候 小会议室内 副部长邵卫兴的电话响了起来 是常部长的电话 邵卫兴马上接了起来 听常部长讲完 邵卫兴道 常部长 您放心 这个事情我会处理好 放下电话 邵卫兴来到了会议室门口 把张青找了进来 张青是镇上的组织委员 邵卫兴是副部长 又是人设局长 是政科级 资历也老 张青还是颇为尊重的 邵卫兴不知有什么吩咐 邵卫兴道 刚才常部长给我打电话了 他明确表示 培养使用好优秀大学毕业生 让更多高校人才返乡工作 回乡创业 是县委县政府的重要决策部署 镇上这几年 对大学生的培养已经落后了 今天的推荐考察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弥补机会 同时更是一个政治任务 张伟源 在这个问题上 你一定要跟组织部保持一致 你虽然是镇上的班子成员 归根结底是我们组织线上的人 你能明白 能当组织委员 政治敏锐性自然很强 邵部长的一席话 什么意思 他自然也很听得懂 邵部长 我是组织线上的人 我会全力以赴 配合实现组织意图 邵部长点了点头道 好 那我们就继续考察 接下去参与谈话的 是按照镇长广文伟 人大主任高正平这样的顺序开展的 广文伟的谈话 跟镇党委书记宋国明 就颇为不同了 广文伟在谈话中 首先肯定了 肖征政治素质好 服从意识强 曾经是党政办副主任 在当时党政办主任谭小杰 出事双开之后 他其实没有什么问题 但当组织上 把他调到安监站当一般干部 他也服从了 没有怨言 而且这些年工作也很不错 认真负责 又接地气 深受基层群众认可 人大主任高正平 也对肖征表示认可 说他这样有能力 有学历 还能忍辱负重的年轻干部 早就该提拔了 其他班子成员和中层 也进行了谈话 没人再提肖征大局 意识不强的问题 可见常部长的电话很有效 组织委员张青的工作 也是到位的 与班子成员和中层干部的谈话 到了中午10分才结束 11点15分左右 组织委员张青 又给肖征打了电话 肖征啊 你还在办公室吗 请你过来一下吧 张青竟然说了请 这倒是这两年来的头一遭 之前是新阿四 邀请自己吃晚饭 现在张青竟对自己说了 请 肖征想 都还没有当领导呢 大家的态度就开始转变了 要是真当了领导 肯定有更多的人 在对待自己的态度上 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肖征说 张伟员 我这就过来 到了镇政扶主楼门厅 在公式栏上 肖征被一张白色的A4纸张所吸引 肖征走近一看 纸上赫然写着 干部考察公式 大体内容是为了进一步落实 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 参与权 选择权和监督权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 和县委有关规定 对你提拔担任乡镇党委委员人选考察对象肖征同志 进行公式 下面就是肖征的个人情况 包括姓名 性别 年龄 和毕业院校及其专业 后面就是考察组的举报电话和联系人等等 自从到镇上工作之后 七年之内 肖征看到过无数这样的考察公式 可没有一张事是关自己的 今天 自己的名字如此光明正大的出现在了公式栏里 肖征的心情还是有些感慨的 肖征今年29岁 在这个年纪被提拔担任妇科领导 不能说早 但也不能说完 相比乡镇许多人一辈子都当不了妇科 肖征还是踩在点上了 当然 考察归考察 到底会不会使用 其实现在也没定论 事情到了这个份上 肖征还真有点想当这个领导了 毕竟 推荐都推荐了 考察也考察了 如果没上 那么他将会成为镇上一段时间内最大的笑话 肖征又朝公式拦桥了一眼 就上了四楼 张青正在四楼的小会议室外等他 还嘱咐了一句 好好谈谈自己的工作和成绩 关于自己的缺点 尽量说点学习还不够之类 就可以了 张青竟然善意提醒自己 这让肖征更有些意外 他说 谢谢张委员 张青却笑笑说 客气啥 不过 等事情成了 要请我喝酒 什么是等事情成了 张青 这分明是在暗示自己能够提拔吗 肖征道 这还用说 张青用手在他右背上 轻轻推了推说 快进去吧 领导在等你 肖征走入了里面 看到之前在台上的地中海头顶领导 这会儿和其他几个工作人员 一起坐在椅子里 肖征略微有些拘谨地称呼了一声 各位领导好 肖征尽管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 又在乡镇工作了七年时间 可是在基层时间长了 事业未免受到影响 还一直受到打压 面对领导 总是有些拘束 反而是少部长见到肖征进去 主动从位置上站了起来 走向肖征 并跟肖征握手 其他两位工作人员 看到少部长对肖征如此客气 都有些意外 但心想 少部长这样做 肯定有其原因 跟着领导做 总没有错 于是 也都站了起来 跟肖征握手 少部长洒脱的朝对面的位置伸伸手 说来肖征同志 坐下来吧 我们聊聊 接下来就是例行程序的考察谈话 让肖征谈谈这几年的学习情况 工作情况和成绩 以及优缺点等等 肖征都按照要求谈了 其实这七年来 肖征也换了三个工作岗位 在每个岗位上 也干了不少事情 特别是最近在安监站的工作 尽管他只是一般干部 其实也给金辉出了不少主意 有些也取得了明显成效 但是 这些肖征都谈得较为简洁 反而重点谈了 当前有些村正在进行的矿山开采 给生态环境造成的压力 给生产安全带来的隐患等等 肖征道也不是要在领导面前 显示自己对工作有多么尽责 其实 还是因为这种考察谈话参加的不多 在谈话的节奏和详略上 把控有些不到位 说到自己特别想说的事上 有些扯开去守不住 幸好 肖征谈的这个凤七村矿山安全问题 是个非常实际的问题 矿山不仅造成了很多安全事故 还严重破坏了水体环境 也是净乎零点行动中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大会 小会上 安线要走生态恢复之路 和还是继续走环境破坏之路 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重点议题了 然而 世纪之初 当前政府考核 还是以GDP考核为纲 此外 安线的老百姓除了开矿 还有什么发展致富之路实在不好说 是否彻底解决矿山问题 这两届的县领导都没有最终下决心 按照邵部长的想法 走绿色可持续发展 才是安线的正道 但他一直管的都是组织人士工作 并非经济工作 无法施展拳脚 但是 肖征这个基层一般干部 却发现了矿山的隐患 还提出了必须修矿停矿 给安线山林以休养生息的机会 然后发现和发展新经济增长点的建议 这些想法 邵部长听了心有气气焉 原本 他接到上面的任务来考察肖征 以为肖征在上面有过硬的背景 并不觉得他有什么能力水平 他来推荐考察 也不过是走过场而已 可现在听了肖征汇报的这些想法 邵部长对肖征的看法有了变化 他觉得肖征这个年轻人 有自己的想法 对基层的工作也比较熟悉 不光是名牌大学毕业素质好 而且还真有 想要干一番事业的想法 这都非常好 要不是旁边考察组成员提醒 邵部长时间差不多了 邵卫星还想跟肖征继续聊下去 但这次考察组的任务还是比较紧张 于是邵卫星道 肖征同志 今天你介绍了自己的学习 工作和成效 还有对解决矿山问题的想法 我个人认为 这些想法都非常好 难能可贵 我本来还想听你多聊聊建设性意见 可这次时间有限 我们马上要回县里了 今天就只能这样了 下次有机会我们再聊 组织部的副部长 人设局局长说要跟自己再聊 肖征还从未有过这样的待遇 当然 邵部长很有可能也仅仅是说说的 但这也让一名基层干部 心里倍感受用了 今天 真是发生了太多让肖征意外的事情 这次 肖征没有等 主动走到了桌子另一边 跟少部长握手 也跟其他两位组织部的干部握手 要知道 阎王好见 小鬼难缠 考察材料 肯定是那两个年轻人写 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 肖征自然也希望他们能写得好一点 两个干部也挺客气 和肖征握了握手 随同少部长一起走出去 组织委员张青 马上陪同他们又去党委书寄宋国明那里转了一圈 然后坐着公务车 离开了天荒镇 宋国明也表示 邀请考察组在镇上吃饭 但不太热情 少卫兴自然能感受出来 就推托说 时间紧张 回县里去了 肖征在副楼的阳台上 瞧着他们离开之后 才打算回自己的办公室 猛然之间 他瞥见在主楼的阳台上 也有两个人正在看那辆公务车 这两人是镇党委书 继宋国明和党政办主任蔡绍华 组织部的公务车驶出大门之后 宋国明和蔡绍华也就回了书记办公室 肖征感觉他们没有发现自己 但就算发现了又如何 大家谁不知道谁 反正只要宋国明在任上 他是不会对肖征友善的 他肖征也没有必要装作乖乖听话的样子 这些天来 肖征似乎明白了一个事情 那就是在机关里 要把自己的喜怒哀乐表现出来 人家才会把你当回事 就算把你当成了眼中钉 当成了对手和敌人 也比闷在那里 任人欺负要舒服 要爽快 肖征不知道 宋国明和蔡绍华回到办公室去干嘛了 但应该对自己不会有什么好处 当天下午 肖征又去找了副镇长金辉 问他下不下村 金辉很奇怪地瞧着肖征 你不是已经在考察期了吗 说不定还真能提拔呢 你还惦记安监站的事情干嘛 这两天就休息休息 等结果出来再说吧 其实 金辉也是好意 是为肖征考虑 平时很多时候 工作都是肖征在干 不管人家能不能提拔 这两天就想让肖征休息一下 可肖征道 金镇长 我们还是下村吧 闲着也是闲着 关键是凤七村的安全隐患 一直在那里 这就跟不定时炸弹一样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 我们还是谨慎一些吧 金辉看看肖征 笑着道 你也太敬业了 看来你提拔是有道理的 午饭之后 两人就下了凤七村 这次下去 两人都去矿山上走了 安全隐患还是那些 很明显 可村里也没有整改的意思 金辉和肖征 只能在村里跟村之书 村长磨嘴皮子 到了晚上 村之书和村长 又留金辉和肖征吃饭 肖征不想留下来 可金辉却愿意吃村里的晚饭 肖征也没有办法 晚饭上村之书和村长 对肖征的态度明显好转 还恭喜他被列入考察对象 但肖征并不受用 这些态度的转变 不过是这些村里老油条的技术性调整 肖征希望他们能拿出点实际动作来 把矿山安全问题解决了 然而 一喝酒 金辉又变得你好 我好 大家好了 实际问题 还是没有得到解决 晚上回镇的路上 喝了一些酒的肖征 忽然想给陈红打个电话 告诉他 自己被考察的事情 在车上不方便 肖征直到回了宿舍 才拨了陈红的号码 但是 陈红并没有接电话 可能在忙吧 肖征久易未消 感觉浑身燥热 再加上这宿舍 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砖房 年代久远 甚是闷热 肖征索性打开了门窗 拿上了一个托把 去公共卫生间提了一桶水 将水泥地板拖了一遍 又用抹布将房间里的桌椅擦了一遍 整个房间整洁了许多 肖征又洗了一个澡 酒意消失了大半 可他的情绪却有些黯然 回想起刚刚上班那会儿 虽然从一开始 也是住在简易的宿舍楼里 可女朋友陈红 却时常从县城里来 帮自己整理一下房间 洗洗衣服 让他倍感温馨 毕竟 陈红家住县城 在家里又是独生女 也算是大家闺秀了 在家根本不用动手 可他能为她做点事情 多少无所谓 那妥妥地就是对她的关心和喜欢 被人关心 被人喜欢 特别是像被陈红这样 漂亮聪明 出身又不错的女孩子 关心和喜欢 谁不高兴 可最近 大约有一年多的时间了 陈红都没来过这个小旧楼 看萧珍了 萧珍问过他 为什么不来了 陈红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学校的事情比较多 现意中提拔他担任办公室主任了 所以平时忙了许多 还有一种说法 是他父母不让他下镇上了 他还转达了他父母的意见 让萧珍尽快赚钱 在县城买一套房子 否则房价可能要涨 萧珍想 后一种说法更靠谱一些 六七年下来 萧珍还没在县城买房子 陈红的父母 恐怕有些不悦了 以让女人不下镇上的方式 逼迫萧珍尽快买房 萧珍觉得这也无可厚非 两人以后要走在一起 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 也是必须的 所以 这几年萧珍也击赚了一些钱 七年下来 也有七八万了 贷款买个五六十平的小套间 已经不成问题 萧珍也跟陈红说起过这个事情 陈红起初也很开心 去跟自己父母报告了 可陈光明和孙文明 非但没有为他们感到高兴 还说 五六十平 也太小了 怎么住啊 陈红 你从小住过最小的房子 也是八九十平的 我们现在这房子 有一百二十平 以后你到五六十平的房子 怎么能适用 以后还要小孩的 岂不是要活活憋死 买房子还是要一步到位 至一百平以上 三十两厅的 这就把萧珍给难住了 萧珍的父母 也表示过 如果他想买房子 会拿出八九万支持他 可萧珍不想拿父母的钱 俩老的一直在矿山上干活 把他养大 送他读书念完大学 已经很不容易了 再加上 俩老整天喝风吸尘 对身体不好 小病小灾不断 老爸支气管炎经常发作 平常也经常去医院 这种情况下 萧珍可不想拿了他们的钱 去县城买大房子 他们的钱 还是要给他们养老用 所以 自己父母的那几万块钱 萧珍是真的不想动 因而 在县城买房子的事情 就这么搁置了 萧珍环顾自己 这个宿舍小房间 打扫过了 其实他就挺满意 萧珍对物质 没有太大的追求 能住 舒适就行 可很多人 跟他的想法不一样 包括陈宏和他的父母 正想着这些糟心事 萧珍的手机倒是响了 萧珍一看是陈宏 心头还是一喜 就接起了电话 喂 陈宏 刚才我给你打电话了 看你没接 陈宏的声音 今天有些温度 他说 哦 我刚在外面吃饭回来 之前没看到 萧珍问 今天跟谁吃饭啊 陈宏道 我爸爸同事组的饭局 今天安排在 安县国际大酒店 你没有去过吧 我也是第一次去 很不错的一座酒店 安县国际大酒店 上周 小月就是请萧珍在那里吃饭的 而且上的都是好菜 好酒 两个人一个大包厢 萧珍想说自己去过 可是跟小月在一起吃 怎么解释呢 萧珍怕陈宏吃醋 就说 哦 很不错吗 是很不错 可惜这是一座高档酒店 平时不是有人请客 我也不会去那里 陈宏道 你们镇上可能更没有机会去了 由此可见 陈宏还是希望萧珍也能去感受一下的 萧珍倒是没觉得 陈宏这话 有看不起镇上 看不他的意思 而是认为 他其实还是关心自己的 萧珍道 没关系 也就吃个环境而已 如果有你在身边 哪里吃都一样 这是一句讨好陈宏的话 萧珍以为陈宏会高兴 没想陈宏听了之后 非但不高兴 还着急了 萧珍 你怎么什么都没关系呢 在你们镇上的小饭馆吃晚饭 和在安县国际大酒店吃晚饭 能一样吗 你说 只是吃个环境而已 可这真的只是环境的区别吗 不是的 这是身份的区别 也是地位的区别 萧珍 今天在回家的路上 我爸妈很感慨 说你身上就是缺少了冲劲 对什么东西都一样 对什么都没关系 我还替你说话了呢 可是你要是自己不改变 我们都没有办法帮到你 在电话这头 萧珍有些吃惊 自己只是随口说了一句 没关系 可陈红却能说出这么多来 当然 从这话里 萧珍也能体会到 陈红还是对自己关心的 她说这些话 无非也是为了激发自己的上进心 萧珍觉得 有必要将今天民主推荐的情况 对陈红说一下 就道 陈红 我也在努力的 我想跟你说一个好消息 今天正上来民主推荐了 我被推荐为党委委员考察人选了 什么 民主推荐 你被推荐上了 陈红有点吃惊 你不是要讨我开心 故意骗我吧 萧珍道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吗 陈红 我可能还有点不求上进 可是以前我没有骗过你 今后我也不会骗你的 陈红还是有些怀疑 为什么是你 不是蔡少华 蔡少华昨天还给她打电话 信誓旦旦说她要提拔了 陈红也认为 蔡少华是党政办主任 跟镇党委书记的关系 又搞得非常好 所以 她也理所当然地认为 蔡少华会被推荐上 可没想到 结果出来 竟然是萧正 这真有些出乎陈红的意料之外 萧正解释道 这次推荐 有一项学历条件 必须是大学本科以上 且985高校毕业 我们镇上 只有我是符合条件的 陈红就更奇怪了 有这样的事 那考察的时候顺利吗 陈红不免关心起 萧正的考察情况来了 据她所知 镇上的人并不待见她 萧正道 还算顺利 组织部的少部长 对我还蛮客气的 我们镇上不少人 对我态度好像也变好了 萧正跟陈红 向来无话不说 只是最近 陈红对自己变冷淡了 她跟陈红 无话不聊的机会 也变少了 今天 萧正似乎又找到了 那种感觉 陈红道 顺利就好 这个好消息 我也去跟我爸妈说一下 他们可能也会高兴 对你的态度也会变好呢 陈红毕竟跟萧正 已经谈了九年了 不管怎么样 这段感情还是有牵绊的 只要父母同意 她还是会跟萧正在一起 萧正道 好啊 让叔叔阿姨知道一下也好 萧正以为陈红去跟她父母说之后 又会给自己电话或者短信 可晚上她没有等到 也不知道陈红去跟她父母说了之后 陈光明和孙文敏是什么反应 到了第二天上午 陈红也一直没有给自己回音 中午休息时间 萧正又给陈红打了电话 陈红倒是很快就接起了电话 声音似乎又比昨天晚上淡了一些 萧正 什么事啊 萧正忙问 昨天晚上 你把我的消息告诉叔叔 阿姨了吗 嗯 陈红淡淡地道 我对爸妈说了呢 萧正问 他们怎么说 陈红道 我爸爸开始听到这个消息 还蛮高兴 可后来 他去问了组织部认识的人 组织部的人说 这次的考察人选 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用 大概能用的不超过60% 其余推荐票不高 和考察出来情况不好的 还是不会用 60% 只有60% 萧正心里也咯噔了一下 只听陈红又道 我爸爸说 组织部的人说了 这次考察的 985高校毕业的干部中 绝大部分都是在乡镇 部门中层正职的岗位上 再不计 也是中层副职 像你这样的一般干部 真是凤毛麟角 所以他们说 你的机会不大 很有可能是陪绑的 陪绑 听到这个说法 萧正差点就晕过去了 本来自己是 抱着很大期望的 可没想到 最终也只是陪绑的命吗 萧正也有点泄气 他说 我不知道是这个情况 陈红道 你呀 就是以前太不会做人 得罪了宋书记 又不上进 又太老实 混了七年 都才是一般干部 现在机会到了眼前 却也只能眼睁睁看着溜走 萧正是喜欢陈红 但是不喜欢他批评自己的样子 忍不住就回了一句 既然考察了 说不定还是有希望的呢 也不应该那么悲观 认为只用百分之六十 自己就完全没有希望了 我看也不见得 好吧 你既然觉得自己有希望 那你就觉得有希望吧 陈红也不想跟萧正争吵 我要去上课了 说完 就挂了电话 尽管萧正在电话中对陈红说 自己也有希望 可真静下来想想 他自己也觉得 这种可能性小得可怜 百分之六十 其他人都是中层以上 就自己这个一般干部 怎么可能轮得到自己 萧正感觉自己 在办公室待下去 只会胡思乱想 就又去了副镇长金辉那里 金辉一见到他 就爽快递道 走 咱们下村去 萧正有些奇怪 平时都要自己催着副镇长金辉下村 好久没见他 有这么主动过了 咱们下村 爽快递道